透過這幾年來的學習 全體畢業生發揮自己的創意 參加展覽以及相關的射擊競賽 讓今年的畢業生留下最珍貴美好的大學會議 由學生自行組織團隊 再透過團隊的分工討論 一起完成屬於自己的獨立創作 那我們這一次展覽呢 總共有15件作品參與 主要分為兩個區域 一塊是2D 3D遊戲 一塊是2D 3D動畫 那主要是希望觀賞者 在看完我們的作品以後 可以跟我們一樣一同化備份為力量 那這個是發展計畫裡面 我們跟桃園的高中子級大專院校 總共有20個學校 43個科系 有一個夥伴的策略聯盟 我們提供設計群科的一些學校 不論是在經費的補助 還有場地的提供 還有一些設計競賽的部分 我們做一個整體的提供資源跟串聯 培養實戰經驗 是人生中非常難得的經驗 透過這一次展出 也可以增加同學的自信心 畢業後結果職場更能有基礎的競爭力 身邊的朋友 然後他們真實發生過的事情 他們是真的跟他說 不要理他們 他們是怪物 那我們是把他的事情改編 然後做出這個最好的作品 讓大家去看我們的作品 那我們可以在我們上搜尋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畢業製作橋 就可以搜尋到我們的YouTube影片 然後我們是一個3D的解謎遊戲 然後是第三人真視角 然後我們的遊戲主子 就是想要探討 就是我們的 就是在一個有極強控制力的家長底下 對孩子的影響 然後呢 以及對孩子的心境變化這樣 我們也希望說透過這樣的展覽 能把學生在四年裡頭 學習的東西 能夠把它展現出來 那今天剛好趁著機會 我們也希望說 未來同學有在數位遊戲設計 或者數位動畫設計 有興趣的來報考北商的 這個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對於同學來說 無論是校內或是校外展 可以把過去的所學完整發揮 加上業績以及地方上的資源 共同推動 也讓學生在學習生涯中 達到最棒的一次成就紀錄 記者李悅峰 總理新聞報導